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我现在已经到达成都啦 但是成都比我想象中的冷很多 我买了草莓酱和白糖双亲 现在来到了他们的宽窄巷子的窄巷 感觉像古镇一样 就是步行街 下来呢你可以用这个微信听它里面有WiFi 后代留下的整都的名言景剧中 大家知道那一句话是它吗 爸 他们四川这样我从早晨一出门走路 就全都是这个味道 这里人逛逛还挺好玩的 能跳舞可以打发两个小时的时间 还可以进来学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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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点的是一个冷锅还有串 然后开始吧 直接把香油倒在这里面呢 我一般倒一半要不太油了 我觉得这个叉煮的比我们自己煮的好 我好好整好 因为我上次吃的菜了 我点第二锅也来了 他们要关门了 两点关门啊 中午来的时候要注意 现在吃完饭了 我们去杜甫草堂 然后晚上六点钟有一场川剧 变脸 到杜甫草堂了 然后刚才骑了四公里骑过来了 就这样勒索了 在网上先买的票 然后今天晚上看完这个之后 我去看川剧的店里 这环境真好 天哪 世外桃园 一进来第一个 会让你进来先了解一下它的文化 我们的周总理 大家真的一定要来杜甫草堂 不要犹豫 我一开始还犹豫 因为午后词我看不太懂 那杜甫草堂一定要来 很震撼 前面是爷爷奶奶旅行团 我姥姥也要这个样子 我刚刚听到一个奶奶说 杜甫住这么豪华的地方 太好 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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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 人们大家快看 这是董奇昌的字 董奇昌的字 曾经到明尼苏达MRA那个博物馆里去过 就是震撼了 震惊了 张大千的字 我特别喜欢他的画 到了这个蜀蜂雅院 就是我晚上看戏剧的地方 这个就是他们的牌子 如果你做饼票的话 就是在后边这儿 但是它很高 如果能做第一牌的话 也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里面的气氛很好 我觉得来四川的话应该体验体验 虽然说我也不太懂 但是体验嘛 旅行就是重在体验对吧 我的位置 我买的是八十块钱的 还有茶和瓜子 其实我是在最后那儿 它给我自动upgrade到这里的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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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看完了 我的天呐太震撼了 大家一定要来看 特别棒了 满场都是掌声 太棒了 虾伯伯鸡 特别的火 我又加了一碗冰粉 因为可以解辣 这实在太好吃了 我用的是藤椒和辣椒堆起来的 它尾巴特别干净 特别好 首先呢 要穿过这样一片竹子 竹子去 这两个是亮点哦 一定要去 熊猫屁股是红 啊 好可爱 大的熊猫 也是大的 但是呢 它只喜欢蹭屁股 给你们看看大熊猫多么懒 有红长不得 是红尾巴特别的 女人 这一只标尊熊猫 我们可以摆他 我拉过来 把我一直拍摄 穿过来 好 ça 看360度啊 哎小可爱 它一定要来这个月亮产房 因为这里边的熊猫相比较来说 还是能动一点的 那终于看到了一只熊猫在吃东西 而且是很懒很懒 坐在那种小钓椅上吃 特别可爱 大家进来就看人在哪 说明熊猫就在哪 不用走多余的路 好 然后我看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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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这个老字号的洞子扣张老二凉粉 一会给大家尝尝凉粉 还有他们这儿甜水面 这个是白凉粉 我一直以为甜水面就是甜的 但是却这个是辣 我们来吃火锅了 看这是谁 我们的澄清妹妹 这是我们今晚的战区 对我看 你吃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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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饭的